豪门父母找上我 说我是真千金时 还同时让我选择跟谁 贾千金先选择了 斤斤计较的富豪爸爸 而我 跟了净身出户 仁淡如举的妈妈 后来 贾千金恨爸爸逼他上镜 更恨爸爸 把他嫁给了清冷禁欲的金圈佛子 他一气之下 招了四五个麻木来家里鬼混 到路后 他被净身出户 无家可归 而妈妈因为不争不抢的品性 被首富看上 成了人人羡慕的首富夫人 我也成了风光无限的首富千金 贾千金因此恨极了我 他借口爸爸想念我 将我骗到家里后 用水果刀一刀刀罢我捅死 再睁眼 我回到了爸妈刚找到我的时候 看着贾千金毫不犹豫地扑向妈妈 满眼挑衅地看着我 这辈子轮到我当首富千金了 我笑了 比起那个人钱装清高 然后逼我伺候变态继父 才会采给我一口饭吃的妈妈 我可太喜欢那个女儿奴爸爸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 看见庄欣欣一无反顾地 拉住妈妈的首时 我知道她也重生了 妈妈我要跟着你 庄欣欣双眼含泪 紧紧地抱住妈妈的手 从小你就教导我 要与世无争 人蛋如菊 我也不争了 就让姐姐跟着爸爸想福吧 而且我在庄家想了这么多年的福 也是时候把福气还给姐姐了 我不怕吃苦 只要跟着妈妈 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庄欣欣说的声味俱下 就算是人蛋如菊的妈妈 脸色也不由得微微动容 她伸手 蜻蜓点水一样 搂了搂她 我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跟着妈妈 虽然要吃点苦 受点累 但是你心是好的 贫苦算不了什么 富贵才是烈火朋友 她说着 看了眼站在爸爸身边的我 淡淡地开口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 以后就不要后悔 我差点笑出声 后悔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 上辈子 父好父母找上门 同时让我和庄欣欣选择跟谁 庄欣欣习惯了奢侈的生活 说什么也不愿意 跟着人淡如局到自愿 近身出户的妈妈 而我渴望母爱 于是便半推半就地 跟在妈妈身边 因为妈妈的人淡如局 让爸爸很多时候 都没办法管教庄欣欣 而导致庄欣欣养 养成了娇蛮愚蠢的性子 爸爸看在眼里 所以离婚后 爸爸便开始对庄欣欣 严格要求起来 一开始 庄欣欣为了富裕的生活 忍得下来 但是她也总是偷懒爽滑 爸爸虽然想要很下心管教 但是总是被庄欣欣的撒娇 梦软的心 无奈之下 爸爸给她安排了一个联姻对象 也就是传说中的精圈佛子 霍林渊 霍家实力雄厚 家风又出了名的和睦 霍林渊恰好长相出众 性格也好 只是清等近郁一些 是众多贵女求之不得的联姻对象 但是 庄欣欣不这么想 她认为 爸爸就是要把她卖给霍家 换取她的荣华富贵 生气之下 她决定报复两家人 在婚前高调出轨 找了四五个男模 在家里鬼混 事情暴霍 霍家震怒 爸爸又是让孝母 又是忙前忙后的陪孝喝酒 最终霍家只是退了婚 放过了庄欣欣 而更让爸爸心寒的是 事后 他要庄欣欣认错 他却耿着脖子 口口声声说自己没错 甚至说 爸爸在虐待她 被自己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这样说 爸爸当场气得差点晕过去 醒来之后 就和她断绝了关系 一分钱都没给她 让她滚出家门 同时 妈妈凭借着娇好的容貌身材 和人淡如局的人设 他们都对我照顾有加 庄欣欣因此嫉妒的眼睛都红了 她想弄死我 所以她借口爸爸想念我 要带我去见爸爸 结果却一刀刀地把我捅死 临死前 我看见庄欣欣嫉妒而扭曲的脸 凭什么 凭什么你要回来 凭什么你能有这么好的命 她恨我 也恨自己选错了人 所以 重来一次 她第一时间选择了妈妈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妈妈仍淡如局面俱下的恶心面目 她为了讨好首富 逼我伺候变态继父 忍受变态激凶的骚扰 甚至 对于首富亲戚的算计陷害 她都推我出去挡灾 我几次三番 差点死在他们手上 而妈妈却独善其身 在我遇到危险求救时 只会垂下一眼 说一句 顺其自然 想到这里 我毫不犹豫地拉住爸爸的手 妹妹和妈妈性格下 用母女情深 就成全他们吧 爸爸 我跟你走 爸爸看着庄欣欣的眼中满是失望 在找到我之前 她是真的把庄欣欣 当亲生女儿来养的 现在看见她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那个人淡如菊 从来几乎都没有关心过她的妈妈 心中当然是失望的 但是听到我的话 也让她眼底闪一丝宽慰 她蹲下来抱住我 没事 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生活 爸爸一定会好好补偿你 这些年的辛苦 我双眼含泪 点了点头 上一辈子 虽然我跟了妈妈 但是爸爸依旧在暗地里 关心我的生活 让我体会到了难得的温暖 只可惜 庄欣欣不屑这些 临走前 庄欣欣对我挑衅的笑了 伺候变态继父的妈妈 我简直要爱死了 这个斤斤计较 又爱我的爸爸 人人都认为 首富家的日子潇洒快活 但是没有人看见 在她家地下室的那些恶心工具 以及他们手上的那些 见不得人的产业 还好 我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爸爸为了培养我 给我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课外课程 只为了能让我跟上 贵族学校的学习进度 除此之外 爸爸还让我不断地参加不同的宴会 在众人面前宣布我的身份 帮助我扩大社交圈子 这些都是 让我融入上流社会的必经之路 上一辈子我也走过这条路 但是没有这么顺利 上一辈子 我虽然进入了首富家 成为首富千金 但是妈妈从来没有想过 要对外宣布我的身份 也不让我交朋友 更不教导我 各种上流社会的交际礼仪 导致我上学时 根本跟不上学习进度 也无法融入同学 我向妈妈哭诉时 她只会淡淡地说 他们愿意笑话就笑话 你要是不在意 那些都不重要 人淡如菊 妈妈打击到的我 消沉自卑 直到姬兄臣去回国 那不算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但我最终还是得到了我想要的 这一世 在爸爸精心安排之下 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圈子 融入之后 我就开始选择自己圈子里的人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圈子 套着一个圈子 我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要先掌握自己的圈子 精心挑选之后 我身边留下了几个身份地位 和性格都差不多相近的朋友 我们很快打成了一片 在金圈渐渐成为一个 小有名气的圈子 暑假很快过去 我们得去上学了 我的学籍已经从原本的普通学校 转到了金圈最顶尖的贵族学校 我放学回家 爸爸递给我一张名片 这是霍林渐 你们认识认识 他说 霍家对我们家的事业有很大帮助 你应该明白这些道理 似乎是担心我不同意 他还为我解释 我乖顺地点了点头 你放心 我知道的 爸爸欣慰地看着我 懂事就好 但是你别压力过大 你们现在都还没到年纪 现在只是先认识认识 如果合适就在一起 发布去了好友请求 很快请求就通过了 你好 我是庄千宇 对方回话很简洁 嗯 但我没有被他的冷漠吓到 东拉西扯得聊了几句 一开始霍林渐还不是很想搭理我 但是我早就调查过他的喜好 三言两语下来 也还算聊得开心 约定了明天在学校见面后 我关掉了手机 虽然爸爸说得轻松 但是我也知道他的难处 庄家这些年的生意越做越大 全靠他一个人支撑 已经招惹了不少人眼红 前段时间还被首付莫名针对 已经有些困难了 现在必须找到可靠的盟友 才能稳定局面 除此之外 他也是为了我考虑 毕竟霍林渐的确是 金圈贵女人人都想嫁的对象 再加上他清心寡欲的形象 和严谨的家风 也不用担心他会出轨什么的 我很乐意接受这种安排 第二天一早 到了学校 和朋友打过招呼 正要上课 班主任带了一个女孩过来 大家好 我是庄欣欣 很高兴认识你们 正在准备上课书本和资料的我 抬起了头 就看见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庄欣欣 一脸得意的看着我 同桌不解 他谁啊 你认识吗 怎么这么看着你 我满不在意的开口 他呀 崔首富的女儿吧 见过一面 不熟 和上一世一样 妈妈还是那么人淡容局 根本不让庄欣欣参加各种宴会 首富也没有对外宣布庄欣欣的身份 但不一样的是 他竟然转搬到了我们班上 可能是伺候首富卖力 他一高兴 就顺手帮了他一把 我看见他 才后知后觉的 开始掐算日子 说起来 那个基凶好像也回来了 我择了一声 上辈子受了他不少的照顾 我总要还回来才行 刚下课 我就听到庄欣欣在那边 有意无意的炫耀 啊 没什么了 我原本是庄家的女儿 现在跟着妈妈 也只是崔家的妓女而已 妈妈低调 所以不愿意让我声张 她担心我要是太过活跃 会被别人看作是不正经的明远的 庄欣欣得意 但又竭力表现的没什么的声音 传入我的耳朵里 而这里的人 个个都是人静 我最近在社交圈子里十分活跃 同桌成果 瞬间就听明白了 她的阴阳怪气 气愤得要骂人 被我拉住 这种事情你别管 我拿着正好要倒掉的冷水 拨开人群 让一让让一让 众人纷纷让路 还在得意洋洋 滔滔不绝的庄欣欣 面前冷冰的空了 我扬起手 一杯水就泼在了她的身上 哗 啊 庄欣欣尖叫一声 惊心打扮过的脸蛋 气得扭曲 你 你要干什么 我冷笑一声 帮你洗洗嘴 别什么话都乱说 庄欣欣气得要来抓我 我早有防备 侧身躲过 然后伸出脚 她一个踉枪 就被绊倒了 你以前不在这个学校读书 肯定不太了解 我双手还凶 如果说活跃就是不正经的明远的话 那这所学校里的学生 80%都是你所说的不正经明远了 我说完 转身离开 班上其他人冷眼旁观 正如我所说 庄欣欣没受过系统专门的教育 怎么会知道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本来她只是针对我一个人 被我挑明了 她的话就变成针对大多数人 大家看她的目光逐渐变得不善 下一节课 庄欣欣没有来上 听说 她哭哭啼啼地说 要找人来收拾你呢 要不要我帮你 成果担心地跟我说 我笑了一笑 别担心 庄欣欣后来换了身衣服 回到了教室 她看着我的眼神很毒 幸灾乐祸 似乎准备了什么招数 我对着她笑了笑 不怕她来 就怕她不来 中午午休 和霍林渊约定好的 我们在小操场后面的公园见面 我到时 就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等着了 霍林渊转过身 的确如同传闻一样 格外的高冷禁欲 一双好看的眼睛 没什么情感地看着我 点了点头 你来了 我看见她的一瞬间 感觉心脏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这张脸 是探机生物能长出来的吗 霍林渊 有没有人说过 你长得很好看 她愣了一下 似乎没有预料到 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会是调戏她 随后她反应过来 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 我的心脏立刻又被击中了 啊 为什么有人能这么忙 一本正经的赞同调戏 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我觉得 现在我的表情 应该特别像是大灰狼 准备诱骗小红帽 你吃午饭了吗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亮晶晶地看着她 她似乎有些不适应我的热情 有些不自在地往旁边看了看 然后点了点头 嗯 完蛋了 她太可爱了 她这样做 只会勾引起我欺负她的欲望啊 但是为了不要吓跑她 我只能稍微抑制自己的冲动 勉强矜持地点了点头 然后欢欢喜喜地拉着她去食堂 一路上 不少人对我们投来了目光 霍林渊可以说是个大名人 常年霸榜第一 家庭条件优越 再加上出色的长相 以及非常有辨识度的气质 和佛子的人设 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她 而我 虽然没有她出名 但是在暑假的苦心经营下 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 但是在别人看来 我们两个是怎么都不可能搭在一起的 毕竟我这个人爱热闹 而霍林渊可以说是个梦葫芦 但是我才不管别人的目光 点了饭菜后 就和霍林渊并肩坐着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当然聊天是指 我巴巴巴地说 霍林渊在关键时候点头 或者简短地说两个字 我调戏她 她不自在地顺着我的意思点头 但就是这样 看着她的脸 我也高兴 你们两个怎么能坐在一起 可是总是有人喜欢破坏气氛 装心心尖锐的声音陡然响起 我皱起眉 看过去 她脸上是不可置信和嫉妒 我冷笑 关你什么事 话音刚落 另一道声音响起 这就是你说的姐姐 此时 一个男人也慢悠悠地走过来 我听到她的声音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僵住了 崔燕 首富家的长子 前是我的继兄 一个彻头彻尾的变态 她的视线落在我脸上 颇有欣慰 长得挺不错 我仿佛被毒舌钉上 握紧了拳头 免得我下意识地颤抖 被人发现 哦 跟你无关 她是我哥哥 是为了我报仇的 庄星星似乎现在 还没有领会过崔燕的变态 还洋洋得意地靠近崔燕 抓住她的衣角 撒娇了手 哥哥 就是她 她欺负我 崔燕看着我 脸上露出笑容 举止之间有几分如雅 你就是庄家的真千金 很高兴认识你 但是听说 我妹妹第一天上学 就被你欺负了 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崔燕说着 就自然地坐在我对面 如果光看她的外表 任何人都不会把她当成变态 反而认为 她是一个文质彬彬的高材生 但是 知道她暗地里的手段和爱好的我 明白自己已经被她给盯上了 我站起身 脸色冷淡 管好你妹妹的嘴巴就好 不然下次可就不是冷水了 说完 转身离开 但被崔燕抓住手腕 我整个人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等等 如果真的是装猩猩的错 那不如我请你吃个饭 替她道个歉 怎么样 我立刻甩开了她的手 别碰我 我擦了擦手腕 被她碰到的地方 吃饭道歉就不需要了 管好她就好 我说着 大步离开 生怕崔燕再次追上来 走了没两步 身后有人追来 我不耐烦地转身就骂 你还跟上来干什么 霍林渊顿了顿 我来看看你 我发现自己骂错了人 立刻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道歉 道歉 我以为是那个崔燕跟了上来 没事 霍林渊看着我 眼中有些关心 需要帮忙吗 我笑了笑 不用了 这些小事 我自己能解决的 我说着 又起了捉弄她的意思 贼兮兮地靠近她 你要是想帮我 不如早点和我定下婚约 老庄现在一个人称着企业 好惨的 我想帮帮她 霍林渊对我突然地靠近 很不适应 身体僵住了 还没等她回答 我就转移个话题 好了 时间不早了 该回教室了 我向后退了两步 对她摆了摆手 下次再见了 她点了点头 我要转身离开时 却顿了一下 霍林渊靠近了才闻到 你身上好香啊 我如愿看到霍林渊红了脸 哈哈再见 陈老师好 我先和正在头疼的老班打招呼 虽然我是这学期才进入她的班 但是在学期开始之前 也和她吃过几次饭 关系也还好 至少她不会因为这些小事为难我 张欣欣见我进来 擦了擦脸上的眼泪 色索着往妈妈身后躲了躲 似乎很怕我的样子 这么多天没有见到妈妈 她几乎没有变样 脸上依旧带着那副淡淡的表情 端坐着 像是什么都不在意 见了我 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你来了 欣欣说的是 你可认 我吃笑着摇头 我当然不认 谁欺负她了 妈妈脸上闪过一丝韵怒 公道自在人心 你说谎 可是要遭报应的 我撇了撇嘴 你一个大人来质问我 有些不合适吧 要不还是等我家长来了再说 我看向老班 他点了点头 说曹操曹操道 我早就给爸爸打了电话 他飞快的就赶来了 我知道爸爸对妈妈 其实还是有些感情的 但是因为妈妈放纵身边的亲戚 吸血吸得太狠 他只能选择离婚 我想趁这次机会 让爸爸彻底断了对妈妈的感情 爸爸推开门 看见妈妈时 表情愣了一下 既然人来了 那就说说吧 妈妈看都没有看爸爸一眼 表情淡淡的说 我相信 顺其自然肯定能得到公正的结果 我顺着他的话继续 是庄欣欣 在课间骂我是不正经的名媛 下一秒 爸爸果然生气了 庄欣欣骂人在前 这件事是他的错 妈妈也听到了我的话 皱了皱眉头 没再说话 指望着他帮自己说话的 庄欣欣只能咬牙 站出来道 我 我只是随便说了一句 他就拿水托我 中午还威胁我 说要用开水托我 妈妈端坐着 皱了皱眉 显然很不喜欢 庄欣欣猙猙獰的表情 欣欣 妈妈不喜欢争辩 这件事公道自在人心 她既然不承认 你也白口莫辩 陈老师会给你清白的 她说着 完全没有帮庄欣欣的意思 听到这熟悉的话 我差点没笑出来 可庄欣欣差点被欺诈了 明明是她被泼了水 还被绊倒在地 丢了脸 但是妈妈却只会说 公道自在人心顺其自然 眼看事情无法推进 陈老师猜出 妈妈不想纠缠 就赶忙摆手 好了 既然双方家长都达成了一致 那这件事就这样 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要好好相处 陈老师会稀疑 庄欣欣不愿意 凭什么 就是她拖了我 还让我摔跤 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凭什么就这么算了 爸爸虽然也觉得 妈妈的处理太过草率 但是她向着我的 你为什么第一天就要到处造谣 我没有 我不是在说她 庄欣欣急了 但是妈妈已经不高兴 在这里待着了 好了 既然都这样了 那就顺其自然吧 我们走 妈妈转身就走 庄欣欣只能横横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跟着离开 回家的路上 爸爸一言不发 爸爸 今天你觉得我做对了 还是做错了 我主动问道 爸爸皱着眉 你要是真的泼了水 那就是做错了 我请的那些老师没教你 要是看不惯别人 也不应该这么轻易地 表现在脸上吗 我笑了 当然教过 但是爸爸 如果你是妈妈 你会怎么做 爸爸眉头皱得更紧了 肯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至少要道歉 我点了点头 爸爸你也知道妈妈那个人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态度 那些亲戚才会吸我们的血 现在他更是为虎作娼 帮首付他们一家子 做了不少的事 爸爸听出来我话里的意思 打断了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老庄一生 都没走过回头路 还有 你是怎么知道首付他家 我笑了 爸爸用心栽培我 当然要有些成就 我双手脱腮 眼中闪着兴奋的光 爸爸 你想不想当个首付完安 回到家里 我打开手机 有不少消息 成果和我其他朋友 都发了消息询问情况 或者约我出去玩 这些我倒是不意外 明天见面聊 我看见最后一条消息 兴奋的差点蹦起来 明天是休息日 聊聊后 或许还可以约个会 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我压下兴奋 与成果等人联系起来 崔家是个庞然大物 光是我们庄家 当然不行 但是别忘了 我可有些朋友 在这个圈子里的人 只要有点能力 都拼了命的想要往上爬 我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条件 一个消息 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有了这些利益勾连 在短时间内 我们的联盟就是坚不可摧 因此 在被首富狙击的情况下 爸爸才有空来学校 帮我跟妈妈吵架 庄家表面上 看上去摇摇欲坠 但实际上 被千丝万缕的利益牢牢支撑 反而是首富 抽不开身 第二天一早 我打扮了一下 兴奋的准备 和霍林渊的第一次约会 我到了咖啡厅 一眼就看见霍林渊 他直接分明地线长手指 握着银色的搅拌勺 有一搭没一搭地搅拌着咖啡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长长的睫毛 头下一片脆弱的阴影 我承认 我起了色心 你来得这么早 我笑着打个声招呼 他抬头 看见我 愣了一下 然后耳尖微红 嗯 他点了点头 脸音的是 考虑得怎么样啊 服务生送上我的咖啡 我开始谈正事 他垂下眼 可以 他脸色一如既往的高冷禁欲 看的人恨不得 把他压着狠狠地欺负 直到他垂下了眼睛 不得不看着我 直到他被欺负得 充满了水润的红韵 我咳了两声 不行不行 这些想法实在是有点变态了 人家还是未成年的孩子 嗨嗨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为了转移注意力 僵硬地说 霍林渊点点头 并肩走在街上 我又开始了话了 霍林渊勾着嘴角 默默地听着 微风吹过 摇晃的树音洒在我们身上 岁月静好 真巧啊 又见面了 我极为讨厌的声音响起 崔燕和庄欣欣 一前一后的迎面走来 崔燕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眼中闪过不怀好意的光 难得看见霍林渊跟女生走得近 你还不知道吧 她很早之前 就清心寡欲地念佛了 说是此生不会娶任何人 崔燕说着 笑眯眯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例外呢 我察觉到霍林渊的身体僵了僵 瞬间 我愤怒冲上了大脑 不用你费心了 说起来我们也没熟到 在街上见面要打招呼的程度 我向来相信没有免费的情报 崔大少爷还是少打我和霍林渊的主意比较好 崔燕的表情僵了一顺 然后笑着摇了摇头 脾气真是不好 不过 今天来找你 可不是我的主意 妹妹 你说是吧 是 一直沉默着仇视我的庄欣欣 勉强说 明天是我的生日 虽然我们之间到了一些不愉快 但是 我和妈妈都希望你能来 她说着 拿出一张请柬 我盯给她看了看 笑着结果 语气带着点意味不明 你是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脸色这么难看 这么热的天 为什么裹得严严实实的 要是身体不舒服 还是要去看医生才好啊 庄欣欣脸色惨白 恶毒的看了我一眼 然后恨恨的低下头 没 没事 我笑了 崔燕肯定对她动手了 我对崔燕的手段 可谓是非常了解 庄欣欣有的是苦头吃了 崔燕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 本来你也有可能是我的妹妹的 只是可惜 但是如果你愿意 崔家的门随时为你打开 崔家用狙击的对象 可从来没有活着的 她语气中的威胁意味 太过明显 我准备反唇相机 手却被一只微凉的手握住 霍林渊握着我的手 站在我身边 脸色沉了下来 管好你自己 我未婚妻的事 就是我霍家的事了 崔燕冷哼一声 选择了退去 转身离开 霍林渊安慰我 没事的 有我 我仰头看着她 没有说话 她抿了抿唇 怎 怎么了 我扑斥一笑 伸手抱住她 你刚刚好帅的 霍林渊整个人都僵住了 过了半天才犹豫着 伸手抱怒我一下 我却松开了手 满足地看着她 手足无措的样子 明天的红门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我凑近问道 霍林渊胡乱地点了点头 我笑了 那就亲一下吧 随后不等她反应 勾住她的脖子 蜻蜓点水地 亲了亲她的嘴角 第二天 我如愿以偿地 看见我们相拥而吻的照片 登上了头版头条 我承认我是有些卑鄙的 即使喜欢霍林渊 也要利用她 看到头版的爸爸 立刻明白我做了什么 我们庄家的股份 已经涨停了 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 但她却开心不起来 把我叫过去 严肃地说 你应该知道 自己在玩什么吧 要是得罪了霍家 我们就倒大没了 我点了点头 我当然知道 把我们之间 还没有确定的关系 借着媒体直接暴露出来 这样 就算后面会发生什么变故 我也可以把霍家和庄家套牢 而敏锐的聪明人 自然会想到 崔家对庄家的狙击 从而联想崔家和霍家的矛盾 他们从来不会轻易地 帮任何一方 谁赢他们当谁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我最有可能赢 或许会有些铤而走险 但是我觉得值得 爸爸疲倦地摆了摆手 好吧 既然你都这样做了 那也只能这样了 虽然疲惫 但是掩盖不住她眼底的兴奋 商人嘛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越兴奋 满上的生日宴 同时 也是崔家宣布 庄欣欣在上流社会生分的宴会 因此办得格外盛大 许多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 面对这种大型宴会 我当然要好好打扮 因此 当霍林渊见到我穿着盛大的碗里服时 都愣了片刻 我拉着她的手 微笑问道 我今天好不好看 霍林渊的耳朵迅速红了 我不依不饶 你说吗 我好不好看 你喜不喜欢 她的脸更红了 小声说 好看 我的心脏仿佛又被击中了 红着脸小声说话的样子 都好可爱 你太可爱了 我恨不得抱着她亲一口 这下霍林渊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嗨嗨 赶紧上车 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出来 警告地看了我一眼 让我别忘了过火了 我笑笑 拉着霍林渊上了车 我和霍林渊牵着手 进入了宴会 喧嚣的宴会 都为我们安静了片刻 仿佛我们才是今天的主角 这样在楼上观察情况的 庄欣欣气坏了 她的脸色扭曲 看着我华丽的晚礼服 格外可嫉妒 而她 只能裹得严严实实 崔燕走到她身边 把玩着她的一缕头发 在她耳边低声道 你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吧 庄欣欣脸色苍白 畏惧地点了点头 崔燕看着我 眼中露出是在必得的光 我察觉到视线 不甘示弱地看回去 宴会开始 我对在宴会 另外一边的成果举了举杯 有霍林渊在身边 他们不敢过来 我是不是妨碍你们了 霍林渊小声问道 我拉着她的手 摇头 没有 朋友哪有你重要 霍林渊的脸色 又有红起来的趋势 嗨嗨 姐姐 你们这么拉拉扯扯 不太好吧 庄欣欣走过来 自以为掩藏得很好 但眼底的恶毒 怎么都掩盖不住 她笑着说 但眼神中却没有多少高兴 我看着她讲屁话 但是今天是我的生日 要不我们一起喝一杯 以前的那些恩仇就算了 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 好不好 她说了半天 终于露出来意 我笑了 当然好 霍林渊却拦住了我 我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背 没有错过庄欣欣的急恨 我拿起酒杯 微笑着喝了下去 庄欣欣满意地看着我喝完了酒 转身离开 要不要我先送你回去 霍林渊担心地问道 不用 等会你就在外面等我就好 我看着她因为担心要皱起的霉 感觉酒的热气仿佛上头了 灿烂一笑 伸手抚平她的霉 别皱眉 这样就不好看了 没过一会 晕会的人似乎多了起来 我和霍林渊散了 然后在迷腻呼呼中被人扶走 再睁开眼 就到了我熟悉的地下室 准确的来说 是我上辈子非常熟悉的地下室 我动了动手脚 似乎是确信药物足以让我晕倒 没有给我在上防锁 正好方便我行动 装着手机的包包不知去向 但我身上已经做好了准备 按了按我的胸花 确认针孔摄像头正常运转 我开始摸索起这个地下室 这里不仅仅是 崔燕家父子发泄欲望的地方 更是他们藏见不得人的秘密的地方 他们手下的那些黑色产业 大多证据都在这里 这是上一世 崔燕故意告诉我的 为了让我彻底屈服 她告诉我 就算我拿到了证据 也扳不倒他们 当我去找妈妈求助 她只会说 这是你的福气 你应该顺其自然 她就倒不太对劲 听上去不止一个人 崔燕 装欣欣和妈妈都走了过来 妈妈看着满墙的道具 嫌弃地皱起了眉 但是碍于催在身边 只能什么都不说 装欣欣脸色却有些苍白 走了没两步 装欣欣哭着求妈妈 妈妈 妈妈我不想过去 求你了 我想回去 妈妈不耐烦地说 你哥哥说了 只是带你来看看你姐姐 不会做什么的 装欣欣还在求着 妈妈却变了脸色 装欣欣 你本来不是我的孩子 我还把你带在身边 让你享受荣华 你别不知好歹 装欣欣脸色惨白 崔燕大步走到我面前 眼中闪着兴奋的光 你总算落在我手上了 妈妈有些不适 强撑着笑脸 说既然他们两个都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了 崔燕却喊住了她 你不留下来 我们一起玩玩吗 不 不聊 妈妈脸色苍白 看吧 到了她身上 她又不说什么 顺其自然了 我睁开眼睛 看着崔燕 你要对我干什么 崔燕笑了一下 手指抚摸我的脸颊 眼中闪着疯狂 我怎么舍得对你做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爱上你了 可惜你一直不看我 我只能用这种手段了 我拍开她的手 你真恶心 你带了多少女人来这里 她毫不在意 一边站起来 一边调整 她那恶心的情趣椅子 不多 十几个而已 装欣欣脸色发白 妈妈转身就要离开 你过来 昨天我怎么教你的 你还记得吧 她对装欣欣指挥道 装欣欣有些害怕 但是对我的恨 显然压过了害怕 咬着牙 把我捆在立起来的椅子上 小声在我耳边 快意地说 他们都是变态 我后悔跟你换了 但是这一事 你也要和我一样 尝尝这些变态的折磨 只要你被他们弄死了 我一样能过得比你好 我吃笑一声 再来多少次 垃圾就是垃圾 说什么呢 赶紧把她的衣服脱了 崔燕催促道 等等 我叫住了她 挑衅地对她一笑 我妈妈长得那么好看 还是你的继母 你一定很心动吧 你都让她下来了 还放她走 你是在害怕你爸吗 崔燕动作一顿 不在意地笑了 害怕 我只是不想玩她而已 我加了把火 不想玩吗 那你为什么会让她下来 你不过是害怕而已 骗谁呢 崔燕生气了 我不害怕 她说着 去把妈妈抓了回来 她尖叫着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我笑了 崔燕就是个变态 越是尖叫 越是兴奋 果然她红了眼睛 把我放在一边 扒开了妈妈的衣服 庄欣欣却没有被她影响 隐藏着脸 眼中闪着杀意 显然我之前的话 刺激到了她 她本来要扒掉我衣服的手 向上抬了抬 掐住了我的脖子 她脸上是复仇的兴奋 我要重来 我受不了他们了 下辈子 我要看着你被他们玩烂 我看着她 心里算着时间 嘲讽地笑着 你就是个垃圾 她气急败坏 更加用力了 三二一 住手 一声惊呼破空 庄欣欣显然慌了 但是脖子上的力道 没有停下 死吧 死吧 我两眼一黑 再次睁眼 在医院里面 我脖子上敷着药 缠着绷带 霍林渊抓着我的手 睡在床边 我动了动手 她就醒了 你 你醒了 她脸色难看得很 但看见我醒了 还是稍微放松了些 正好 来看望我的成果也来了 啊 被喂了一嘴狗粮 成果搞怪地说 霍林渊顿了顿 说要给我积点水 就离开了 成果一边调侃 我和霍林渊的关系 一边跟我讲那天的后续 大家都分了一杯羹 庄欣欣也因为 故意杀人未遂 要进去了 你妈妈 好像被她的穷亲戚带走了 事情告一段落 我和霍林渊的订婚宴 开始准备了 却在宴会开始的前一天 看见在路上 游荡的一个邋遢的女乞丐 她一看见我 就扑上来 是我 我是你妈妈呀 你不能这样放着我不管啊 霍林渊护着我 众多保镖把她架走 我吩咐他们 把她扔给她的那些亲戚 让她们好好地招待她 那些吸血鬼 在她和爸爸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仗着爸爸的名声 在外面做了多少坏事 吸了我们家多少的血 现在她没有什么价值了 她们当然不会稀罕她 但是 这不代表她们 不乐意折磨她 生米恩懂米仇 她们只会怨恨她 没有血给她们继续吸 订婚宴顺利结束 庄家一跃成为 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家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我坏笑着问她 她支支吾吾 憋红了脸 一见钟情 我和她食指相扣 真巧 我也是